第十二夜是在讲流浪狗如何在收容所里度过最后的日子 唤起许多人领养的意愿 但照顾猫狗多年的收容所员工 希望这些激情不止十二夜 像金融市的公立收容所不主动让狗狗安乐死 只要猫狗的状况许可都可以待比较久等待收养 不过呢 经费和收容空间有限也让他们只能够苦撑 又结束一次任务 回到办公室忙着登记资料 旁边的队员熟练插着药 金融市补犬队在十一月每天接获通报四到五件 加上固定巡逻 交出了139只流浪狗 56只流浪猫的成绩单 但这却是他们口中的淡季 平静起来有时候两三件 有了七八件也是有 这个就附近又抓六只 六只 对比较淡机 他从网子钻出来 然后就咬到你牛仔裤 这边会有六七尺 六七尺 但是那个桑口都不大 靠住它跑之后这样 一拉起来 但有时候它牙齿比较不好 牙齿比较好 其实不是我们的伤感感 是它自己玩之后 拿出才添购两个月的捕犬杆 不满被狗啃咬的痕跡 重达五公斤的捕犬网 让人狗大战更显吃力 而捕犬队只要接到民众投诉 就必须出动抓狗 但同时也会受到保育团体的质疑 夹在这些压力中间 这些标准配备 无法保护自己 他要自己养自己不敢抓 要我们进去抓 鸡肉十个 十个都带问 这个是他上班的 我们又重复的延连了 这样给他 我们不是外星市 我们是鸡肉市 他说你们不是什么七天 十二天 这还收养吗 二十二 对 是这一只 这一只是走三月发现在的 没有名字也没有编号 但在这里他待了超过九个月 在鸡肉市公立收容所 度过了很多个十二夜 只要头好壮壮 售医师也希望他能找到下一个家 你与其把它放在外面 让他自身失灭到处流浪 而且你已经养他一阵子了 他实际上并没有在野外 就是生活的谋生的技能 就是销售 然后就是食欲不佳 然后皮肤病实 其实比方算是比较高的 那他确实是有可能会被安乐死 没错 但是问题是他也通吃 就是有一个机会就是 他再找到其他人燃养 基隆市的公立收容所 宠物银行 大约能收容150只猫狗 每个月也都维持两到三成的领养率 而法令规定 经过12天安置期 由各社公所自行决定处理方式 这里选择不主动安乐死 但医师不会延 还是要有退场机制 毕竟空间跟经费 决定了收容数量的上限 但是淘汰制就是了 就是说状况比较差的 会渐渐消失 但是如果就是你一直 就是我一直状况很好 其实我都不懂他 或者是你要诱拳 这一天刚好遇到一家人 来领养小狗 医师很细心的介绍狗狗身体状况 提醒民众注意事项 毕竟领养动物是一辈子的事 希望民众三思而好心 然后对啊 不过他的皮肤病有点严重 左挑右选还要小组人点头同意 这家人想找的 可是未来家庭的一份子 看在收容所眼里 就算饰料占了七成的经费 但苦苦之身的背后 总算有了价值 我们这边的收容所一个月平均 大概花两万块四万 就是有些民众看了电影 然后就会一直打来询问 然后甚至于说他们想要捐东西 所以我们是比较建议说他们捐给民间的动保团体 然后去来做爱护动物 那我们这边因为其实是政府 然后还有那个农委会 他们都有补助我们 那虽然我们也是过得很辛苦 但是我们也是过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问题 开心迎接新成员还来不及取名字 只是电影十二月引发的议题持续发烧 收容所也希望民众的热情激情不止十二夜 也让狗狗离开收容所的这一刻 看到更多光明 好 这一刻 别大我们眼线 打电白磁 白磁 1 2 2 2 3 4 4 5 5 5